举字说访谈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新开了一档节目叫城市访谈 我们第一期访谈的城市是温哥华 那接下来我们要播出的城市是Tampa 在给大家看我们跟嘉宾的访谈之前 我想给先给大家介绍一下Tampa这个城市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Tampa的地理位置 我们看这是一个美国整个的地图 在这下面这个角这块 这佛罗里达Tampa这是它的位置 它是处于这个海滩呢 它这个是连海的一个城市 那我们现在再把这个地图放大一下 我们看Tampa附近的城市有哪些 最近的是奥兰多 接下来是迈阿密 Jacksonville 亚特兰大 Salot 这是它的地理位置 大概的位置 那接下来我们中国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投资 我们最关心的就说 这个地方的安全性怎么样啊 这是我们在neighborhood上截的一个图 这个颜色的深浅就是表明它治安 越深自然越差 但是还好就是说Tampa这个城市呢 跟亚特兰大也差不多 他们对这些自然不好的地方 他们逐渐的在澎湖区改造啊 他逐渐的在改善这些地区 就这些地区的自然逐渐在往上往上走 所以你看这个Tampa的地图 这个自然 有的地方颜色是特别深的 就说有自然 有自然不好的地方 那也有很多自然好的地方 那你看这个图你就很担心了 你说那这个Tampa到底好不好怎么样呢 看这个地图跟看我们亚特兰大的地图差不多 就如果我敢在亚特兰大投资的话 Tampa应该没问题 那Tampa这个城市它最著名的就是旅游 除了旅游之后 它有个South Florida大学在呢 就是有一个南加州大学在这 盛产学家 其他的有世界500强的总部 有四家的总部在这 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城市是 美国佛罗里达的Tampa市 那我们今天有幸请到的嘉宾 是Tampa当地资深的房地产专业人士凯文 好凯文我们接下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 我是来自佛罗里达的凯文 在国内呢 我是北大物理毕业的 到了美国来呢 有二十多年了 跟大家的经历都差不多 先拿了一个学位 我原来落脚美国是在释迦哥 比较冷的地方啊 咱美国来以后呢 从比较冷的地方来到佛罗里达 我到这边以旅游的身份过来 但是我就一来就喜欢上这个地区了 因为佛罗里达对我来说呢 它没有冬天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也是好多人为什么就说移到佛州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佛州呢还没有那个州税啊 就是咱们其实在美国好多人都听说过 有好几个是逃不掉的 其中包括一个税啊 是终身的 但是佛罗里达呢 它没有州税 这等于对我们就是收入来说呢 会省下一大笔的开销 佛州呢 它的消费税还非常便宜啊 就是你看我来自芝加哥 基本上全美 我等我来之前呢 是基本上最高的消费税 11%到12% 就是十几十五年前就差不多了啊 但到佛罗里达来的 我来的时候是百分之 百分之六点五 将近就少一半 所以呢 来佛州以后呢 它的机会环境 气候 我觉得在那个都比 相对芝加哥来说呢 我觉得这边更能够 让我们是就能更快的吧 实现我们这个美国梦 这个这是我喜欢这的原因 而且来这边呢 它是三面环海 有点像海南跟三亚的气候 在佛州现在就25、6度 一年四季差不多都是这个温度 有时候冷一些 有时候高一些 好多人呢 当时认为 佛罗里达呢 非常的炎热 大家以为是非常炎热 但是它是海洋气候 并不像大家想象那样 因为它比较温度 比较恒温 也不是那么热 其实有好多颠覆 大家认知 佛罗里达呢 尤其淡帕这边 最高的温度是 没超过100度 这个就说 就尤其夏天啊 我咱们从夏天 就非常好 我觉得是个养人的地方啊 不管是家庭 个人 生活 而且这边呢 是人们环境和那个 法律制度比较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啊 街道来了以后呢 你看 因为我路 我经常开车到各个地方去嘛 尤其回芝加哥 纽约 包括加州啊 那个佛罗里达的路非常好 都是一望无际的高速路 你知道的 就是高速路非常滑达 一条道 一边都是三到五个lane 都是非常好 包括到local 到咱们的那个town啊 什么下去以后 路也非常好 这路的好坏 也代表着一个州的经济水平 好呢 就说明它的这个政府 还有就是人的这个消费水平 就在这 而且佛罗里达 大家最常知道的 就是说 它是一个养老的 一个senior的那个州 我接触了好多华人的 客户 朋友 都是在别的州工作 可能以后退休 都会来到佛罗里达 作为 作为晚年休闲 这个非常好 因为它适合 因为它的医疗 还有它的那个环境 还有它的那个设施 其实都非常适合 就像做一个比喻来说 世界上没有天堂 他们好多人说 佛罗里达是最后一战 就是你要有机会 大家来 有好多人就是 现在并不是说 非得要退休之后才过来 你看我有好多 纽约加州的客户 都是在佛罗里达这边 尤其现在就是更多的 他们就提前规划 咱们华人的特点就是 不管从子女 一直到最后 就是都是提前规划 提前规划 有的人就说买一个 就像snowbird这种房子 就说我可以先买一个房产 也可能以后用 也可能呢 就是说更多的想法 好多人说我先买一个 有个备用 就到佛罗里达这边来 挑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说从生活环境 当然佛罗里达有一个 跟别的州不太一样的特点 好多这个华人聚集的 密集州的特点是在于什么呢 佛罗里达很少 没有真正的中国城 就是华人也比较分散 但是分散呢 它有一个稍微集中的地方 就在那个迈阿密 奥兰多和淡帕这边 这都是华人比较聚集 还有西宗里安 Western Beach那边 美国咱们都知道 是个移民的国家 佛罗里达就更有这种特点 各个州的人都聚集在这 包括加拿大的 每年冬天的时候 加拿大纽约 北卡 就是好多人都到佛罗里达来 躲避冬天 在佛罗里达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环境 咱们都知道 没来过的呢 听说过有各种各样的 好多人是来过以后呢 就很少有不喜欢的 就说来 哎呀 这地儿太好了 但是有的人只不过就说 没到 有工作呀 各方面原因 孩子上学啊 什么这些就近呢 过了这个期间 大家基本上 多多少少 好多人还是 对佛罗里达有考虑 我其实 现在主要是 业务是在淡帕 但是我在佛州呢 其实我对 各个城市都比较 比较熟悉 大的 我在马哈密 西宗里滩 还有包括北边的 那个 Datona Beach啊 还有就是 Jacksonville 快到乔治亚这边 都比较熟 其实佛罗里达 有些数据呢 大家听说过 佛罗里达呢 它是一个 人口净流入的 一个州 而且现在美国呢 它的人口是 2200 2000到300万 现在是美国 第三大人口州 就是从人口来说 是第三大人口州 尤其这几年 更有亲身体会 好多人 就从别的州 往这边走 每年呢 大概有个 30万到50万之间 人就净流入 大概来的都是 哪几个城市呢 如果去佛罗里达 大概分的是 哪几个城市去 看从哪个方向来的 一般大家来的呢 比较习惯适应的 其实早些年 前几年呢 都是往那个 西松里滩 就是说走到 95号那边走 咱们要是从东部来的呢 就是从95号 加拿大那边来呢 因为它陆路方便嘛 好多那个坐飞机来的呢 它就是各个城市都 但是说好多人 为了要如果想 定居在那个佛罗里达呢 基本都是开车 沿着95这边下来 北卡 纽约 宾州 甚至就那个 加拿大的好多人 因为95号的 它是地理位置的优势 就在于 它都是到 Daytona Beach Melbourne 95 就一进佛罗里达 都是好的城市 社区都是建的非常完善 完了剩下再往南呢 就到那个西松里滩 完了再往南呢 是迈阿密 佛罗里达最南边呢 就Key West 佛罗里达有两个 非常大的那个 游轮的那个出口 一个就是在那个迈阿密那边 好多人可能坐游轮 都从那边出海 西边呢 就是75号 75号呢 是从中部的 好多人是过来 就像我那边说 芝加哥 Kentucky 和那个Tennessee 还有那个Georgia 这边过来的 就是说 从走这条线的 好多人呢 如果就近呢 他就是走75号 75号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的 这个 Tampa里边 它第一站 基本上就是往Tampa走 因为Tampa是 在佛罗里达 也是第三大城市 Jacksonville 迈阿密 Tampa 奥兰多 比Tampa的人口呢 还是稍微少一些 咱们这最主要的 它有名的就是 它的旅游嘛 就是它都是旅游点 好多人 都是因为旅游 奥兰多是 全世界嘛 它这个阿迪斯尼在这儿 主机公园是最大 Tampa离那个奥兰多呢 车程也就是 40分钟到一小时 而且呢 佛罗里达呢 它是全美国 非常好的海滩 你看我去加州 也非常近的去海边 但是它的那个沙滩有好多都是历史那种 佛罗里达都是细沙 东部呢 就稍微有点 Datona Beach那边的沙滩呢 还可以开车上去 直接就像高速路级 西部呢 你看 离我Tampa非常近的 它就是一个叫清水湾 Clear Water 还有那个Seata Key 这边呢 被评测为那个全美国最好的那个Beach 有五年 这个这两个分别都都评测 它非常好 而且交通住宿各方面都非常方便 从房产的市场来说呢 你看我十几年前来的时候呢 我经历过两次那个房市的不好 有高有低 20年前的正好是第一次 就我感受到第一 就是在911之前房市的泡沫嘛 完了从那以后呢 等到佛罗里达这边是正好是在 09年到11年之间 10年 11年就有点那个回升 但也是基本上最触底 佛州呢 它的地产呢 我为什么也觉得好多人愿意到这来呢 相对纽约跟加州来说呢 佛州的地产的优势在于什么呢 它的地价比较便宜 它好多有未开发的地方 曼阿密是比较饱和 盛西棕榈滩呢 奥兰多呀 还有就是摊帕呀 尤其摊帕就是发展 就是新来的人口 大的公司往这边 走的也非常非常多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边是一个方向为爱的市场 要从纽约跟那个加州的房价来说呢 房子能买四到五个 就是好多人觉得 这房子 太便宜了啊 对 太便宜 但是呢 其实我们作为出租来说呢 其实咱们做房市时间长都知道 咱们的房价的高低 只是决定于咱们购入的成本 它跟你出租的这个比例 不一定成比例 有过租房 或者买房经历的都知道 你50万的房子 不一定比那个20万的房子要锅 那房租要租出去 要多2.5倍 它不是 就决定于它的这个地点嘛 所有的买房跟租房 都是决定于它的location 但是呢 这边呢 基本上在佛州呢 投资的优势在于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很少的投入 你现有城市的 也要少的投入 但是你的回报 可能是是一样的 相对来说呢 就等于说你同样的钱 你投在现有的城市 纽约 我说纽约 芝加哥 或者是加州 那你要到那个佛罗里达呢 你的收益来说呢 可能能不止翻倍 就属于这种方式 咱们华人一个是气候呢 环境呢 咱们是养老时候考虑 但是咱们喜欢这种投资 回报 咱们这种方式 对咱们来说是 最信任的地方 Tampa基本上是新兴区 它相对于东海岸来说 东海岸开发的比较久 比较老了 但是这边呢 属于西区 它的potential的那个profit 它是非常好 这是一个 好多人也是看中这边 在Tampa这边 尤其佛州 它跟别的好多州 它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一个就地理的不一样 就说它没有高山 基本上丘陵都很少 钱是湿地来来开发出来的 沿着海岸这边出来的 我们有很多朋友来这呢 还有好多人原因呢 就说你同样的在别的地 买一套single family的 那个home的这个价格 在这边都买一个 5到10acre的农场 中国人喜欢种一些劳作嘛 还可以狩猎 佛洛伊达呢 它是就是打猎 允许的 对对对 这野猪啊 佛洛伊达的这个 疫情期间 好多人说哎呀 备粮什么这些 但是到佛洛伊达来 你要是有好多地方 就是挨着那个森林保护区 Foreal Reserve 有好多都市啊 它为开发的 都是那个森林的地点 那里面那个野猪可以打的 可以打可以养 完了还有好多 那个鹿也可以狩猎 这边佛洛伊达 其实还有熊 有什么这些的 但是熊很少 主要是野猪 这种好多人是来这 还有主要目的 就是说狩猎啊 农耕啊 好多人喜欢啊 但是价格又不贵 其实一个5到10acre的农场呢 现在的大部分的价格呢 就是大概就是20万不到30万 好多人在住的地方 相对房价来说 比奥兰州要便宜一些 但是呢 它路程不远 就是好多做那个度假 这种方式 类似于那个RBNB 还有短租啊 这种 好多人都是买了房子以后 做投资 是这么来做 你是全职做房地产吗 房地产 现在是我主要经理 你是一个博客公司是吗 有个中介公司 博客公司 对 博客公司是中国人的 叫薛卫 Real Estate 大概有多少中介 在那个公司 咱们公司每年的销售呢 大概有个5到6个million 主要是销售 摊帕的房子吗 我们的公司就在摊帕 我现在也把这个东台岸的 那些房产都在处理处理 我就挪到这个摊帕里边来了 我就是这几年 就是渐渐的 就往这边挪过来了 习惯 习惯就在这扎梗了 对对对 那如果就说 因为很多人到你摊帕 可能是要养老的 或者是vacation home 这种成冷的地方去 像他们一般就说 多少钱能买个 你觉得就挺好的 挺舒服的房子呢 就大概投入要多少 如果要是普通的房子 好多人因为中国人 想买那个single family的呢 房子的那个市场价 就中价 基本上就是21万左右 21万到30万左右吧 就这样 就是两口 2&1 或者是3&2 类似于这样 就是属于 21万到30万 对对对 大家更多买的是这样 我建议大家 其实自己自住呢 因为他这个 那个房屋的面积 这边来说呢 他基本上都能达到 大概1500平方尺 到3000平方尺之间 已经非常大了 但有的人不喜欢 那么大的房子 要如果是老人 像刚才说 就退休来说呢 他不想那么多的经历来收拾 有好多时候 房间是一直用着的 但有人喜欢 就是说 这个single family的 独门带院的 是更多一些 以前也好 apartment 就是大家社区 都觉得比较好 但以后呢 不知道啊 因为现在更多的是 独立房 比较更受欢迎 属于这种方式 而且这边呢 独立房的这个 这个空间也挺大 佛罗里达像 我刚才说的 他有地儿吗 他在开发 要有人去想 想到的去买 自住的房间 养老 你大概有什么建议 或者有什么 他们应该注意的事情吗 养老呢 他们怕这边的 养老的社区非常多 因为养老呢 这个佛州呢 比较有优势 这种房子买呢 就看人了 家庭来说 如果要没有子女的 这种养老的 社区的服务费 大概也就是 600到1000之间吧 有人听着 那也不少 这都跟租房上 但是你 你免了地税了 你自己要买那个房 房屋呢 有好多东西 你都要自己单交的 其实这种费用 也不少 举一个例子 就我有朋友 他买的一个 1976年建的 那个社区 也非常 都铝合金的 到现在也看得非常新 粮食 两玉 还有一个三room 就阳光房 就是总共 还花了一万八 家人说 我们朋友为什么买呢 他其实他自己 有自己的房子 他说 这比我买一个车 还要便宜一半以上 而且咱们要买这房子 最主要要考虑 就是咱们购物方面 你看我们那房子买的 他就在窝马的后面 马路的斜对面 就走路五分钟 就过一个路口 就是跟中国人的 那个超市 都是非常近的 而且银行 是也非常方便 咱们在从财务上 从购物上 从社区有好多 紧急服务 电话什么的都有 还有他自己的俱乐部 咱们来人聚会的时候 好比咱们华人 有时候经常会 想一块聚聚 还有他的活动能力 还有他的游用值 就每月交的 这个管理费里面 这都含的 这都是免费的 因为弗里达 就从这来说 好多他想的比较周到 他住的地儿离海边 开车就十分钟 还有那公园 他有收费的 收费的是一次二十 但二十块钱 天天可以去 一万八的房子 是现在一万八 还是之前一万八 去年九月份买的 允许出租吗 可以 但是在佛罗里达的老年社区 跟别的地儿不一样 那社区规定 你至少有一个人 是55岁以上 子女呢 你可以跟他一起住 咱们好多人说 我朋友一间屋子出租 没关系 就是给小区备住一下 你要是短租 好比说一个星期两星期 按规定来说 超过一星期 是要报位的 但你要时间短 朋友玩什么这些 那就咱们还在说 有好多人担心 说内达呀 或者什么风啊 什么这 有没有影响灾害 其实还这么多年 有灾害 但对我们自己朋友 周围的那些房子 好像谁都没有收过 没问题 这种房子还有 还有好多 而且正常价位来说 你看它基本上都是 不到十万 都不到十万 各个社区 东西海岸都差不多 都是基本上不到十万 你就可以买个房子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建筑成本在这 就整个这个 我知道它是政府补贴嘛 它就是说 政府给有好多的这名补贴 它跟建房成本呢 都是一平方尺 基本上一百一百五 什么这种方式 社区呢 最主要是 有政府又给他 有好多的这种补贴 而且它是社区 它就收它管理费就行了 所以就说 它对老年人是像自己孩子一样 那偏重了 你们那边治安有问题吗 就像亚特兰大会有某些地方 我们不能去的 在探巴会有一些地方 治安会有问题吗 探巴怎么说呢 它是跟你的 就人口结构跟收入有关系 总体来说 我的感觉啊 在佛罗里达 治安不是太大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佛州是一个 第一第二休战案 都是执行的非常彻底的州 罪犯 它也要衡量犯罪成本 西加哥那边呢 包括纽约什么的 基本上 你要用一些自卫的这些 受一些限制 但在美国来说呢 咱们自卫的这些东西呢 跟那汽车都差不多 基本上家家有 所以这边的房子 好多房子都不一定要大门 总体来说呢 比较安全 因为美国退休的人来了以后呢 都有退休金养老金 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社区的那个警力 都会跟得上 每个城市有比较注意的地方 也不是说 都可以说 哪都可以随便去 但总体来说 你的每个人的活动范围 比较大一些 谁要这边来呢 我会给参照一些 其实有比较少的地区 或者说是比较老区 就是要考虑 你要出租没问题 但是说要自住呢 要考虑 整个摊爬 整个的人口有多少 320万 320万 320万里头 大概多少是华人 你知道吗 华人百分之二点几 还可以 还可以 不错 华人呢 在佛罗里达呢 其实人口聚集就几个大的城市 曼阿密 西宗里滩 奥兰多和摊帕 这是基本上华人主要聚集的地儿 来了也是基本到这边 这些人口当中排名第一的人口是白人吗 白人是第一 然后呢 第二个是 西班牙裔 西班牙裔 然后是谁 那如果是储租 就过去如果是储租的话 大概的价位 出租的价位 基本上 三十三玉 但是它是一个那个condo 它就是那个 类似于townhouse condo这种方式 1400 将近1500平方值 1478 它的房价呢 才16万7 将近1500平方值 还不到17万 它出租呢 能够出租到1500块钱 它的社区管理费呢 就是300 基本上 你第一年它有控制嘛 什么 它有4%到6之间吧 没问题 是大概多少年的房子 哪年建的房子 这房子是那个2002年建的 2002年 300块钱 300块钱基本上就都 都cover了是吗 能 社区管理费呢 它是223是那个有社区管理费 地税是不到3000块钱 2800 2835 这大概比例是多少呢 大概不到百分之二 百分之一点几 对 对 百分之不到百分之二 对 那好租租吗 比方1500块钱一个月 放到市场那好租吗 好租啊 因为它的这个 它跟它的位置 它这个位置是在 我们摊帕北边一点 LUF 靠摊帕市中心那边 就更好租 更好租一些 有机会多一些 我们摊帕里边 还有一个南福利达大学在这 来来去去的学生啊 就是说会多一些啊 它出租也比较好住 像这样的房子 你自己感觉平均每年平均的增幅大概有多少 增值大概有多少 平均来说 百分之13 我买一个房子 比方说16万 明年就会到18万 20万 就会这样涨下去 前六年啊 咱们都知道 现在市场比较好的时候 现在这个市场以后呢 会怎么样 你买房 如果是为了它的现金流 是作为投资来这种方式呢 不要买太贵的 今年的房屋涨得非常快 全美可能都一样 房屋都涨不快 增长的市场能有多高 能持续多长时间 大家都认为 也差不多 有点担心 也有担心 所以就说你要作为纯投资啊 不准那个超过什么 四五十万五六十万的这种 或者将近一百万的 你就不要那种 除非是自己喜欢啊 看好了 就是想退休自己用啊 出租呢 就是只要房客满意 咱们钱能收到就行了 对 这种中低端呢 我觉得如果拜登政府 这个就是说给第一次买房 给这一万五的credit 如果这个政治下来了 那个中低端的房子 可能又能往上拖一下 对 好多人想我要 我要是那个远程投资 大家普遍担心 共同问题 就说怎么管理 有谁来帮我管 这个呢 就是管理公司呢 基本上有中国的 有美国的 管理费呢 就是按每月收入的 百分之八到十二之间吧 你们共事帮带管 别人这种第三方的房子吗 我们也管 那你们收费 大概是怎么收费的 根据情况 其实有好多是可以协商 正常情况下呢 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之间 就有什么问题呢 基本额度的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主了 反正就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但说要多一些的大的毛病呢 要跟那个屋主要先通知 那你现在大概你们管了多少套 你们手下 你们公司有多少 将近二十套左右吧 二十套 现在有不交主的吗 不交主的有多少 这种辞交的不交的 在我的管理的里面没有 但是呢 我自己的客户 别的C 就那个西斯文台那边 没有不交的 但是呢 就有这个风险 基本上 还好 就说在佛州来说呢 总体来说呢 他能租房的这些人呢 他都是有工作的 咱们选的房客的时候 也是什么 就是说 除了他现有的工作 还得要看他的credit 就是说各方面都衡量 他基本上欠租的还是不多 那像一百县里的房客 你大概见都是什么样的人 墨西哥 就说西班牙语的 跟那个黑人吗 各种人都有 白人也有 还有呢 就是说 皮肤深的 他不一定是 是那种 那个像咱们说 美国传统的那种黑人 还有海地啊 什么这些的 跟咱们的这个文化 虽然是黑人 但是他的文化 你看我有一个 朋友的房客是 就黑人 咱们一听说黑人 好像觉得 哎呀 很难控制 把控 人家就说 我们不吃饭 我也得先交房租 有这样的 有很多观念 他是比较详尽的 不欠别人钱 他属于这种 租给他们的时候呢 比较放心 觉得你的人也非常好 就是说 给人一部分的补贴 或者说 仇视我了 对 我不想给他没办法 比较 是最好的 因为你他不走 你损失会更大 他就是这种 疫情对你们 你没有感觉到 特别大的影响 是吧 这个佛州呢 这也说到了 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别的州 像纽约都是说 都在居家 各个生意都停 但佛州呢 基本上就是说 包括现在 孩子上学 都是到学校去 他基本上不关门 关就是从三月份 到五月份之间吧 这个政策有关系 跟这个政府 这些 对 在佛州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 他特别缺人 工作机会他多 你要想找工作 非常好找 在Tampa的话 他有个大学 是吧 有个佛罗里达大学 在那 校园在那 对对对 其他的大的 这个公司单位 是什么单位 就整个产业结构 大概是怎么样的 财富500强呢 有四个是在这边 好多公司呢 这几年 就都搬到这个佛罗里达 搬到佛罗里达 他们的首选就是Tampa 因为Tampa这边呢 自然环境 包括他大的保险公司 都在这边 就是说 还有他医药公司 他们都在这边来 就现在这种疫情情况下 他失业率 还就是不到6% 5.6% 就非常好 那短注你知道吗 就Tampa当地 那个短注的政策呀 短注的这个 你知道吗 朋友做那个Airbnb 其实他的收益更好 限定流高 对对对 当地的regulation 就是整个那个管理员吗 你看你什么 什么类型的房屋啦 但是基本上 比较宽松一点 我感觉啊 我说员呢 就是说他的 小区的环境啊 各方面啊 他对你的宠物的要求 这些东西会有 但是说呢 对你哪种形式往外租 大部分都是希望 就是一年左右嘛 就正常那个租 他是这样 但你要是短注呢 他没有特殊要求 没有特殊规定 说你不能做短注 他在美国是这样的 他只要没有规定 不能做短注 那你就可以租 还有的社区呢 还就是专门让短注 他因为他季节性的嘛 在他妈这边 你只能租三个月 你不能超过三个月 有这样的规定 都是HUD性的 对对对 我就总结一下 像你们那边 没有周税 周税没有 然后你们的消息税 大概现在还是6%左右 7% 7%啊 地税的话 大概是1.2%到1.8%这样 不到2% 不到2% 你们那个保险会特别的贵吗 因为在佛罗里达 会保险特别贵吗 跟你是不是那个 佛拉丁Zone 你只要那个 那个不是佛拉丁Zone 它的保险 基本上就是1000块钱左右吧 然后大概就是 如果是投资的话 大概15万到25万的房子 能租1500 1000几这样 能租 月租1500到2000吧 差不多 然后自住的话 一般20万30万就挺好 非常好 Single Family 就是可以 要好的社区 就是那个Town House 也就可以了 好那行 那谢谢你 谢谢你 今天花这么多时间